歐盟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週二表示 已暫停了與中方的政治外聯活動 歐盟負責貿易的發言人表示 儘管中歐投資協議的技術部分 包括法律潤色和翻譯仍在進行中 但在中方報復性制裁的情況下 批准協議是不能被接受的 去年12月以來 歐中關係出現斷崖式下滑 針對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 歐盟對中共官員實施了制裁行動 但隨後遭到中共報復 今年4月 歐盟內部流傳的 歐中關係戰略展望報告顯示 歐盟對與中共未來的關係越發悲觀